这是最新的苹果手机 它可以一边走路一边玩游戏 这是最新的VR头显一体机 它也可以一边走路一边玩游戏 但是如果想用台式电脑玩游戏呢 就必须呆呆地坐在桌子前面 实在是太不方便了 所以我们DIY的这套MICS Mobile Internet Cafe System系统 让您最亲爱的台式电脑 可以跟着您去到天涯海角 再也不用羡慕那些手游玩家 最新最好玩最有深度的3A大作 随时随地想玩就玩 不管白天还是黑夜 不管在马路边还是在公园里 不管走路还是站立 又或者是坐下 都可以轻松畅想大屏高画质高清高刷游戏 大家是不是觉得这样的一套MICS系统 很方便很想要呢 下面马上带来它的详细组装教程 跟着视频一起简单动动手 您也可以马上拥有 既然要将电脑背在身上 那么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没错就是要先扭一台电脑 出于方便随身携带的考虑 这里我们选择了组装一台ITX电脑主机 首先机箱我们找出了 陈峰已久珍藏纪念特别限量版的 VSE大红色Limited Edition版 CPU使用了13代i8-13800K处理器 它有8个P核12个E核 满足目前主流的单机和网游都是非常轻松的 主板是名声 电竞之星Z790 ITX WiFi 便宜大碗 价格低的同时有双M2槽和WiFi61无线网卡 内存是新乐式Basaka DDR5-6400-32G×2 合计64GB内存 不光玩游戏跑一些专业应用都没问题了 硬盘是惯用的SM850ETB 电源是全焊的Dagger Pro 850W 它是ATX 3.0版本 同时是标准的SFX尺寸不带L的 散热器则是用了VK的C280水冷 我们这款ITX机箱是能上280水的 最后是显卡 这次使用了最新上市的索泰RTX 4070 Super 12GB XGAMING OC OPPO牌 这款显卡搭载了强力的三风扇散热器 在轻松满足GPU散热的情况下 还能在游戏时保持静音 并且在外观设计上非常有特色 显卡的正反两面都布满了浅灰色的涂鸦 做出了类似嘻哈潮牌的风格 在整个显卡市场中都算是比较个性的了 同时显卡的外壳上面还增加了变色镀膜 特径角度下能够看到淡蓝色的反光 贴合了名字中的欧薄 在显卡的顶部能够看到 这次4070 Super也换上了和4070Ti一样的12加4拼接口 4070 Super的CUDA核心数量从4070的5888个 一下子提高到了7168个 和70Ti的7680个接近了很多 而显存规格则没有什么变化 毕竟70Ti本来也是和70相同的显存 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上手4070 Super显卡 并且它是最近上市的新产品 所以按照惯例也对它进行了一番测试 这里我们准备了相同系列的4070Ti和4070进行对比 首先是理论跑分 除了基于DX11且分辨率比较低的FS之外 3DMark显卡测试中 4070 Super基本上比4070强了有18%左右 和70Ti的差距约6% 其中3DMark的DX光追测试 甚至比70强了超过20% 在V-Ray 6的渲染测试之中 70 Super也是比70强了百分之二十几 70 Super的这个提升确实是相当不错的 接下来是实际的游戏测试 刺客信条幻景 2K分辨率 极高预设体积云开中 帧数和70Ti只差了一帧 古墓11同样开2K分辨率 画质预设和光追都开到最高 不开DLSS 平均帧也上到了140 比70强了16% 和70Ti的差距在6%的样子 和前面3DMark的成绩对得上 F122 2K超高预设 光追开高 这个项目中 70S对比70的平均帧提升 和古墓11中类似 不过这个游戏中 70Ti的表现要更好一些 比70S强了约10% 2077 2.1版本 2K分辨率开超级预设 不开光追和DLSS 平均帧和1%低帧 都比70高了19% 和70Ti就差了两三帧的样子 如果打开 路径光追 DLSS3 DLSS光线重构这些新技术 那么70Super 对比70的平均帧提升达到了28% 和70Ti的差距依然是两三帧的样子 最近AI应用比较火热 所以我们也尝试去测了一下Stable Diffusion的性能 在两种加速方案下面 4070Super对比70的提升都在20%上下 而70S和70Ti的差距则和加速方案有关 在使用ANCA专用的TensorRT方案时 70Ti比70S能强出超过10% 那么最后装上这张4070Super显卡之后 我们的电脑就有了 接下来就要想办法把电脑背在身上 只是背电脑主机的话还是比较简单的 随便搞一个背包就可以 但是要一边走路一边玩电脑的话 还需要背上显示器、键盘、鼠标、音箱 那就需要一套完整的支架了 为了方便大家在家也能完成DIY 我们的这套MISS系统会使用可以轻松买到的东西来完成组装 首先是支架本体 我们决定使用铝形材来搭建 在定做前使用了CAD软件进行了制图 大致确认了整个支架的结构和各个部件的长度 然后在某宝下单定做 很快就收到了零件可以开始组装了 这里我们用的形材是20x20mm的 40x40的话整个架子就太重了 然后我们去找了一下发现是有现成的带键盘拖的显示器墙面支架的 通过螺丝就可以很轻松的固定到铝形材的支架上面 接下来我们要想办法让这个支架可以比较舒适的背在身上 又经过了一番搜寻 我们发现有一款安全防护箱 它是有分体式的双肩背带背负系统单独出售的 这个背负系统有多个固定箱子用的绑带 用在我们这一套可以随便加杆子的旅行材框架上面就非常合适了 和人的后背接触的地方也有海绵加强舒适度 基本组装完成之后我们进行了一下上升体验 前面说到的背负系统 它自带了胸口和腹部的绑带 背过登山包或者是摄影器材包的同学 应该知道他们对背重的东西有多大的帮助 实际方式上键盘鼠标进行了一下测试 感觉键盘拖的位置有一些远了 手的姿势不是很舒服 而且前端有一些太重了 整一个支架的重心比较靠前 所以还要进行一下调整 这里我们先简单调整一下顶部横杆的组装位置 进行了一下测试 确定好合适的长度之后 我们拿出了每一个普通家庭都会有一台的工业切割机 将顶部的几根横杆进行了切短 并且将切下来的形材做了45度倒角 用来给顶部横梁做加强 这里也要提醒一下 大家平时在家里面使用切割机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切掉太多的手指 同时显示器墙面支架也进行了改装 我们拆除了大多数零件 但是保留了一小部分 好让我们的显示器和键盘鼠标可以安放在上面 最后我们再固定好开头装好的电脑主机 这套MSS系统就搭建完成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呢 现在我们就可以非常舒适地背着它在外面边走边玩了 有了它你立马就能成为这条街上最亮的仔 除了能够随时随地享受到最新的3A大作 还可以享受到路人们投来的羡慕眼光 当你在上班上学的路上想玩游戏的时候 就不需要再戳玻璃了 可以使用你最喜爱的高性能外设 可以大幅提高你的排位胜率 另外这个MSS系统还有一个特别的好处 就是一边玩还可以一边健身 我们简单地称了一下 整套系统大概是47斤 长时间贝尔塔游戏 对腰椎键盘的锻炼能够起到非常突出的作用 当然它也不是完美无差的 还是有那么一个小小的缺点 应该有细心的观众注意到了 在室外移动的时候 要怎么样给电脑主机跟显示器供电呢 这个问题也是很好解决的 没错 那就是让你的员工推着户外电源跟在你后面就可以了 当你桌下的时候 这个小推车还可以当做MSS的支架使用 是不是很方便呢 像我们在使用的这款薄露地的便携式户外电源 它是1152瓦的容量 也就是一度电多 给我们这套系统使用的话 实测一个小时之后也还有70%的电量 非常的持久 它还支持Type-C快充以及手机的无线充电 平时将这款户外电源放在员工随身的包包里面 手机或者笔记本没电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充了 再也不用满大街找充电宝了 好,那么这次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记得给一个免费的点赞支持一下 如果大家想学到更多像这样实用的装机小妙招的话 记得关注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鱼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好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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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